印射再一次看看 如果这鼓掌声很大 我就会考虑下次要不要来马来西亚 在经典里面这样讲 这句话你要注意听 如果身披袈裟 不说正法 怀恶之见 专门坏佛的之见 这个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杀手 因为他献出家乡 没有人敢动他 没有人敢批评他 坏佛的之见 这个是可怕的杀手 是专门杀掉众生的法身毁命 世间人闻到正法 是很困难的 叫他要坚持 更困难 世间人 搞神通 大家喜欢 哪一个和尚有神通 跟着跑 和尚可以把这杯水 变到那边去 这个和尚可以把苹果 变为极致 这个和尚明明在房间 为什么我突然看他 在市场上走 这一定有分身 这个一讲 心动 不如马上行动 马上 跑去找这个搞神通的 你瞎掰也不知道 这个众生喜欢 看到致病 大家都会有生病 最好去找 好事 师父 你帮我加持一下 看看 画画什么重 没关系 不要 只要不是乱七八糟的 做都好 只要我的病会好就好 师父你救救我 这个众生喜欢 持重 众生喜欢 求财 众生喜欢 显意获重 众生喜欢 讲求感应 众生喜欢 鬼神复生 众生喜欢 众生很喜欢这个 一复生以后 就开始讲话了 开始讲话了 是不是啊 台湾啊 有那个寄功 寄功 这个不是正心的佛地址 不是正心的佛教 叫寄功的神坛啊 常常还戴一顶帽子 穿着这个破烂的衣服 还拿了一把破的扇子 左边还拿着这个酒啊 酒啊 一边喝酒 然后就附身了 说我是寄功 附身 大家就跪着拜啊 大家就跪着拜啊 就跪着一直拜啊 是什么生都不知道 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啊 还喝酒 还有这个鬼神 附身以后 看了满足的这个水果 他不喜欢 他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给我准备 花生糖 鬼还知道有花生糖哦 还不错哦 然后就一边吃花生糖 一边鬼附身 喝酒啊 善知啊 就这样 诸位 正信的佛教 没有这个鬼神附身 正信的佛教 也没有讲究 地理风水 地理风水 它是参考 看时间跟空间 这个不是修行内的重点 修行内的重点 是如实修行 如实听经 如实文法 开大智慧 解脱 这个是我们的重点 地理风水 属于参考 正法 正信的佛教 没有算命 算命 不如认命 有一个69岁的婆婆 69啊 在嘉义就是70啊 来到文书讲堂 就说 慧地法师啊 我 家里一个不讲理的老公 我从年轻 打到现在 还在打我 我恨他 我恨他 我说 婆婆 你总共生几个 她说 我生九个 阿弥陀佛 常常打还生九个 这不打还得了 生二十 自己可以开义佑院啊 是不是啊 二十个通通剔度 不用外面的法师啊 爸爸当住持 妈妈当当家 后面排整排 都是自己的儿女 二十个自己 可以搞一个道场啊 不需要缺外面的法师啊 是不是啊 那我就问他 六十九岁 你跟我讲这些做什么 难道 你还想要第二春吗 还想要另外一个男人吗 还问重一点哦 六十九岁呢 人家念佛 已经准备阿弥陀佛 要来接迎的呢 开什么玩笑呢 Are you kidding 还用英文英文问他呢 哦 知道 所以啊 我们了解 算命 不如认命 都已经结婚了 老夫老妻了 是不是啊 为什么常吵架 好 我问一下啊 结婚十年了 超过十年的 超过十年的 从来没有吵架的 鸡手 鸡手啊 十年了 哎 我以前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鸡手 我吓一跳 说啊 你们夫妻十年都没吵架 是的 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先生车祸植物人 我说啊 植物人怎么跟你吵架 吓死人了 植物人怎么会跟你吵架 像这个 我讲的是正常人 阿弥陀佛 有的这个徒弟啊 笨到海内外啊 还在笨啊 好了 正性的佛教 不关心 不忘懂 就是看这个日夜星辰啊 这个是外道法 正性的佛弟子 不求财 不求仓寿 因为求仓 求仓寿 佛徒说 诸恶莫座 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 财就会来 就会长寿 多行善吗 自然有财 多行善吗 自然有寿啊 寿命的寿啊 不是寿生的寿啊 寿生很辛苦的啊 我看那个台湾的广告 卖那个一瓶的寿生 一磨以后 他就 你